世界衛生組織的本年2月的時候 公佈了12種超級細菌 這12種超級細菌 它因為叫超級 其實是因為 它對於我們日常用的廣譜抗生素 是有耐藥性的 它對它有耐藥性的結果 如果這一類細菌走入我們的社區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有有效的抗生素對付它們 到時如果我們的病人遇到這些感染 死亡率將會很高 陳醫生 你有沒有看到我正在震動呢 我這樣聽真的覺得很害怕 因為這個菌聽到有抗藥性 又說會有肺炎 接著又有敗血病 其實什麼是假丹包菌呢 假丹包菌本身是一種格蘭氏陰性細菌 它的全名叫做綠龍假丹包幹菌 它本身是會分泌綠色的物質 很多時候我們如果感染的地方 會有呈現少許綠色的 是…通常我們感染到 我們身體哪個器官會被它影響到呢 我們的肺部有時會受到感染的 健康的肺部就很少 但是如果是慢性的病 例如這個慢阻肺病 我們叫做慢性肢器管擴張 肢器管炎 還有的就是這個… 會否其他傷口可能也會影響到呢 如果傷口這些… 例如有些糖尿病病人 有些人長期傷口 他們很容易會受到這個群感染 好 其實主要多數是肺炎 出現的情況 我們常見到的就是肺炎 因為很多時候 有些慢性肺病的人 都會受到這個群感染 就會被我們看到 是…但聽起來好像不是太罕見 不過也有機會 在哪裏會找到這些群感染 其實這些群感染在我們的泥土 在水濕潤的地方 它的滋生速度會很快 例如我們的公園 我們的廚房 我們的廁所 這些地方比較濕潤 就會容易找到 是 但是我們… 人們有抵抗力 是否一定可以抵抗力 可以對付到 但抵抗力也對付不到 有哪些人特別容易高危一族 高危一族 剛才我提及過的慢性疾病 糖尿病 慢性肺病 滋管擴張的人士 都是比較容易受到這個群感染 是 那麼小孩子和老人家 是否拍攝呢 小孩子和老人家 他們受到的感染 這一類的群不是最常見的 反而是這樣 是 因為我覺得 他們可能抵抗力差一點 所以就不是經常見到 但抵抗力差一點 對於其他致病性高的細菌 就容易感染 例如肺病這樣算 小朋友和老人家 其實經常都會受到 其他細菌 例如肺炎染球菌 又或者肺炎微張菌 這類的菌 機會反而會高一點 對 你提到 我們很多時候會比較容易見到 肺炎會比較出現 如果是我們感染了這隻菌 其實肺炎 據我所知 有很多不同的菌 會導致肺炎 對嗎 對 例如肺炎染球菌 流感嗜血 幹菌 還有就是卡拉莫他菌 還有就是肺炎微張菌 這些有效的抗生素 可以對付到 是嗎 一般用的抗生素 都對這幾隻細菌是有效的 但是我們一般用的 就不對綠龍假丹包幹菌 其實效用不高 因為本身有一定的耐藥性 所以如果我們懷疑病人 有這隻綠龍假丹包幹菌 有感染的時候 就一定要針對性下藥 是的 最近這個個案就是 你所說的綠龍假丹包菌 其實如果真的感染到的時候 雖然有耐藥性 但也有辦法治療的 是嗎 有的 不過其實因為表現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比較 病情已經比較嚴重的時候 會對付其他的菌 但是那個病徵會不會很相似 就是感冒也很相似 感冒和肺炎其實某程度上 症狀會有不同 感冒通常就是發燒 喉嚨痛 咳嗽 症狀 痰不會太多 但如果肺炎來說 通常就是發燒 咳嗽 和痰 痰很多時候 去到差的時候 就會變得濃 甚至是綠色 是 如果我們遇見了痰比較濃 和多綠色的話 就要特別留意了 沒錯 我們怎樣可以避免 接觸到這些菌 因為其實這個菌 基本上你可以說它無處不在 很難去避免 所以我們要注意自己個人為生 萬一初期有這個傷風感冒的時候 其實要早看醫生 因為你治療傷風感冒 其實可以減低 因為有病發症的機會 沒錯 毒濃假斑痘菌的感染 其實是病發症的其中一部分 好 大家不要以為感冒 就掉以輕心 謝謝陳醫生和大家詳盡講解 剛剛陳醫生講解了 萬性滋氣管擴張 很容易感染這個假丹包菌 我又想了解更多 這個滋氣管擴張的問題 請來就是羅醫生 羅醫生你好 其實什麼叫做滋氣管擴張 滋氣管擴張 就是自己本身的滋氣管 是萬性長期發炎的 這些發炎對身體是沒有益的 會令到那個氣管裡面 那些牆壁是因為發炎 而造成他們的功效破壞 失去了張力 變得擴大了 而引致病者會咳嗽 多痰或者其他的問題 那個症狀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純粹是咳嗽的 這是部分的症狀 還有什麼症狀呢 它很多時候會有咳嗽 有痰症 痰也是因人而異 有些人比較多 有些人比較少 也有部分人會有出血 而出血也可以嚴重至輕微 氣速是一個常見的另外一個病徵 因為氣速的話 就造成身體平時可能日常生活有影響 而嚴重的氣速患者 可以影響心臟的功能 那一般的氣速和真的會有肢氣管擴張 那個分別在哪裡 氣速只不過是肢氣管擴張其中一個病徵 所以你不能因為氣速而決定它是否肢氣管擴張 那有沒有說哪類人士比較容易有肢氣管擴張 有的 肢氣管擴張自己本身可以分成先天性或者後天性 先天性的個案其實是比較少的 例如有些人天生的肢氣管擴張結構上 是有些問題 譬如他的積毛 或者他的軟骨結構上有問題 都可以引致這個問題 而後天就是大部分的個案 而我們日常生活見就是以肺炎源 尤其是肺一部嚴重的感染 之後就出現肢氣管擴張 肺炎是一個很常見的原因 其他就是過濾性病毒 或者其他細菌都可以的 有時我們要特別小心 就是老人家或者小朋友 他們可能有時因為老人家啃錯東西 吃錯食物進去氣管 或者小朋友把一些很小的玩具 或者一些花生塞進氣管 造成一些阻塞的話 亦都可以引致一個肢氣管擴張 胃酸倒流 又或者自己本身吸入一些有毒的氣體 亦都可以的 其他的疾病 亦都可以和肢氣管擴張有關的 例如什麼呢 就是一些慢性腸的發炎 又或者他自己本身的免疫系統有問題 外肢病啊 免疫球蛋白啊 那些因為抵抗能源 也都可以和肢氣管擴張 這個原因 這個病情有關係的 其實肢氣管擴張 你剛才說的 就是屬於慢性的 對啦 那可能開頭呢 病症不太明顯 未必知道 但會不會呢 是來得突然一很急的 即是一發作起來 就有這個生命危險的 有的 我們有時見 有些人從來都不知道 例如呢 就是比較嚴重一點 就是他突然間已經很氣速了 即可能他病症醞釀了一段時間 但以為自己傷風感我沒什麼理 直至到有一刻 他已經呼吸困難 又或者他的肺炎影響很多地方 以致細菌甚至入血 又或者他可以突然間 咳很多血出來 這些都是比較生命上有危險的情況 嘩 很害怕 咳出血 可以的 那怎樣處理呢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咳出血一定是有一個 嚴重的事情發生 所以是一個警號 不能掉以輕心的 咳出血如果是少少血絲的話 那你都要找醫生看 未必要說即刻要去急性診 但突然要找醫生處理 但如果是大量的血 或者你覺得呼吸有困難 血壓都低了 頭出部 即是人開始暈眩了 那你最好都是去盡快求醫 找最近的醫院去 即不要想著咳到 或者覺得咳傷了喉嚨 而咳出一些血絲出來 其實就是個警號來的了 其實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咳血 是不是咳傷了喉嚨 是的 但是如果是一個支氣管病患者來說 咳出大量的血 一定不是咳損喉嚨的問題 那治療方面又如何 如果是 治療方面就要視乎病徵多少 有部分幸運的人 是沒有什麼需要用藥的 只要保持氣管道 我們比較清潔 不要那麼多細菌 所以每年要打流感針 或者考慮打肺炎點球菌針 比較病徵多的病人 就要視乎它是什麼事 譬如比較咳痰多的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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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